我接下来要请教主席的是 在台中方面 台中市 这也是国民党的非常艰困的地区 你怎么看台中选情 我觉得台中市一样的情况 所面临的就是目前的城乡差距 我曾经当面跟陈冲院长 那时候他带了江一华副院长 跟林一世秘书长一定要来看我 希望我提出一些建议 我由李同豪我们的党团总召 跟秘书长一起跟他会面 我当时就提出来 就是我认为省市的合并的问题 这个是县市合并的问题 可能需要好好重新思考一下 那就是过去这几十年来 台湾有一个省政府 省政府所扮演的角色是成上其下 那就是中央管政策 你还记得早期 在廉政宗先生的时代 内政部全部加起来 不到两三百人 但是今天你看看中央管政策的 又半管一些执行 但是心情上 心态上并没有调整 他认为他是政策单位 他不是执行单位 倒过来他变成发包单位 所以因此 我就特别提到了 那就省市的合并 必须要从长计议 那就是地方政府 县市政府 根本没有这个能力 处理一些 比如说水利问题 公路问题 你看今天台中到山区 你到台南高雄的山区 几乎那些道路 都没有办法 有这个能力来修 但是以前省政府的时代 他有个公路局 全盘统筹在办的这个事情 因此我就提到了这些事情 我坦白跟您说 不是只有台中 台南高雄 都面临同样的 甚至于台北县 就是新北市 你看山区的这些道路 这些相关的水利的工程的问题 都非常的严重 所以今天台中之所以 产生这么大的冲击 有人说是因为胡市长当选之后 没有对地方台中县的派系 给予相关的照顾 对 坦白讲 那个是太过于简化 这个问题的实质性 实质性是什么 我记得 我刚刚给你一开始的讲过 我是少有一个人 曾经三次坐在那个宣传车上 好高的 穿过很多的乡下的这些道路 甚至于经过某些树的时候 一定要把头低下来 不然会被树打到头 但是今天 您去看看台中的边上的这些乡镇 包括清水 特别是在清泉光边上 以前是怎么样子 现在还是那个样子 什么原因 资源分配 您去看看现在风源 这民众和沿海好多这些民众 他那些反弹 为什么原因 就分配不均的问题 而不是只有把某一个层次提高 和平乡 大家想和平乡是什么地方 和平乡不是台中 在山区的那个 大的离山的那个地方 升格以后 那个原来是派出所 现在怎么样可以变成分局了 那就地位跟板桥一样了 板桥原来是我在做省长的时候 全国最大的一个乡镇市 五十几万人口 比嘉义 比澎湖 比基隆 人口都多 比伊兰都多 但是他还是一个分局的警察 现在他的集职都增加了 薪水都增加了 但是他所使用的资源 并没有起义 在这种情况之下 怎么会不形成 我刚刚讲的三中一清的问题 以前你要到台中 周边的很多的这些学生 都希望进台中一中 现在台中一中的情况是怎么样 胡市长也觉得 你原来是省力 台中一中 现在变成国立台中一中 现在又变成市立台中一中 我没有这个经费 所以台中一中的学生 在一年多以前 你还记得 为了大专要考试 希望怎么样 能够晚上能够开夜车 能够把灯能够点亮 晚上学校开灯 学校说没有经费 没有开店的订费 难道要他们去抓萤火虫吗 你在这种情况之下 这种资源的分配 显然不对 省市的这个东西 是造成国民党 我坦白跟国民党的 这些好朋友们说 原来陈菊 对不起 我讲一讲党派的问题 陈菊已经两任高雄市长 已经结束了 他后面的政治的发展 到底是什么 没有人知道 结果省市合并以后 他还可以继续选 他不但选一次 还可以选两次 是 不过现在在台中市的选情上 市长胡志强 显得现在选情 也相当的急迫了 那么也刚刚在谈到 您所说的这个宁静革命 其实一直在台湾 应该是全台湾都在进行着 因为这个资源分配 不均是一个 另外就是当金权挂钩之后 阶级无法流动的这个问题 但是今天的最新消息 其实胡志强市长他找了郭台铭 然后找了上百位的企业家 说可以要投资2000亿到台中 你觉得选民会不会买单 这就是我刚刚一开始的时候 就讲过这个大问题 今天你排一大列的这些大企业 所谓大咖 对于小咖的问题 他没有感受 问题不是大咖满不满意的问题 是真正讲的 我刚刚讲的 那些劳动者的这些受薪阶级 没有这个 我到大陆上面 去跟大陆的领导人 就谈到这个问题 我说西方的一些某种想法 其实应该有个调整 西方美其名的游戏规则 叫做智慧财产权 我完全赞成 但是您看看苹果 卖一个那个机器 它可以卖多少钱 但是郭台铭先生 他的代工能够收多少钱 然后他的下游 又收到多少钱 百八块钱 那个是上万 这个怎么只一两百块 然后一层层剥削 所以今天不是 那个大咖排的那个地方 能够得到票 大咖也是一票 小咖好多票 所以主席你曾经谈过说 这是一个财团跟平民之间的 战争的一个选择 那所以国民党现在 出动许许多多的企业家 帮忙站台 这是扣分 我不是扣分 而是没有抓到重点 如果能够提出来的方针 是对中小企业 给予相关的这些照顾 你比如说 为什么这些大咖 包括顶心 它不要抵押品 它就可以带好多三四百亿 对 那我这个中小企业 要去贷好多钱 对 大概一两千万 都很困难 台湾真正的生产的主力 是中小企业 八百多万人 对 八百多万主力的部队 百分之八十九十 我们台湾的生产主力部队 是中小企业 但是没有办法 我随便举一个实际的例子 台中产这些 不管是太阳饼也好 或者是我们的这些农产品也好 尤其是中部地区这些农产品 你还记得前段时间 在我们节目里面 到底是谁在里包这些东西 我们的农委会 看到已经台湾的农产品 可以运到大陆 但是我们有去帮这些农 我们这些农户去调查大陆的市场吗 哪些地方特别喜欢我们的联屋 哪些地方喜欢我们的市家 你有帮他们去做个调查吗 你有帮他们去做个promotion吗 有去帮他们做个推广吗 有帮他们去说 哪些现在的产量是不够的 是希望更大的资源 而让他辅导这些 我们的农户来做的事情 这就是我刚刚讲的 中小企业和这些农户 最需要的是拖展 对外贸易的通道 和市场的资讯的调查 但是坦白讲 我们现在的这些主政的人 重视的是这些重大的大企业 却忽略了这些中小企业 和这些中低收入的人 他真正生活环境的改善 对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即使是排更多的人 对声势浩荡 所占的国民所得的比例很高 但是投出来的票到底怎么样 等开票之后便知分享 便知分享 待会我们要请教主席的是 我们再跟这个中国大陆的往来 最后行程很多人批评说 造就了台湾的另外一个阶层 叫做买办文化 好 我们稍后回来 除此之外 我们要谈谈在新北市 主席您怎么看 您的故乡的选情 我们稍后回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